明年度中央总预算加前瞻基础建设 短处额度大幅放大 图为桃园市政府前瞻计划注重轨道建设 联合报细资料照片 分享中央政府十余年来连年举债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加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 预留与综合治理计划第三期特别预算 冲破二兆元,更共将短处1503亿元 预算短处额度还连两年大幅放大 财政量红灯 预算中心要求行政部门要注意财政纪律 立院预算中心表示 世界经济论坛 WEF 2017-2018年全球竞争利平比 台湾全球排名较上年度退步一名至15名 其中政府财政赤字 政府债务平比分别为第41名与39名 显示财政赤字已成我国国家竞争力的负面因素 近十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初边列情形 自2008-2011年间 预算规模约在1.6-1.7兆余元间 2012年起拍月1.8兆余元 2016年起再翻过1.9兆余元 明年度预算更已冲破2兆元 岁初部分共编列2兆220亿元 岁入岁初短处450亿元 若在加级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 刘玉宗和治理计划第三期特别预算 岁初规模增加至2兆1360亿元 收支短处扩大为1503亿元 特别预算方面 2012年起码政府执政后期 年度特别预算岁初仅在33-146亿元间 蔡政府上台后 自首编2017年中央政府预算器 特别预算就大幅扩增为307亿元 今明两年再暴增为1057亿元与1141亿元 财政负担急剧恶化 预算中心分析 近十余年来中央政府大多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希望透过增加政府支出 推动各项公共建设 带动民间参与投资 以刺激总体需求与经济成长 这也是中央政府总预算规模呈逐步扩增趋势原因 预算中心指出 十余年来中央政府 韩总预算及特别预算岁初规模大致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且多为赤字预算 我国中央政府应引欧债危机未见 后续应加强财政纪律 提升国家竞争力